台灣半導體實在在全世界 太太重要了 像我們現在疫情升溫 我告訴你 台灣以外的那些大的國家 怕得不得了 希望幫我們控制好 不然晶片一片也拿不到 到底晶片的重要議題 來 吳大哥請上來 來看這個 I-1-A 它是墨西哥汽車零件協會 您講車用晶片的短缺 7月份下個月就可以緩解囉 哇 那大家就不會搶晶片了 是這樣嗎 美國媒體怕得要死 台灣半導體陷入疫情風暴 恐怕還有更大危機 所以趕快送疫苗 給我們250萬個疫苗 是對的 好 那這個呢 美歐日台晶片大聯盟 儘然成型 之所以會有這個聯盟 因為看仔細了 台積電到美國 日本 德國都將要建廠設廠 這不就是聯盟的雛形嗎 吳大哥您怎麼看 任何以前也做過新聞記者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碰到一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5和W跟EGH對不對 所以剛剛你問到短缺 晶片短缺的問題 短缺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的需求太大了 供給不足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問說5和W就說到底誰缺啊 缺什麼啊 什麼時候缺啊 那為什麼缺啊 等等就問這些問題 缺什麼 為什麼缺核時 核時環節什麼時候開始缺啊 是從去年的4月份5月份開始缺 因為去年年初是有疫情嘛 你沒想到中國控制比較好 4 5月的時候他就開始產業開始 有一些小小的這個反彈 就開始需求會出現 那大家就來不及跟上 所以說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問說 這是現況對不對 現缺什麼還未來缺什麼 但你剛剛前面講的 墨西哥那個單位說 7月就會不缺了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認為這個晶片 還會缺蠻久的 至少到今年底 你都會一直看到這個晶片缺的消息 會一直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晶片太多種了 晶片太多產業需要它了 而需要它這個產業 分布在全世界太多國家跟地區了 所以如果說產能沒有開出來 一定會缺 你剛剛講車用晶片 車用晶片現在開始慢慢緩解了 可是如果沒有真的這個需求 這個產能開出來的話 他車用晶片滿足了 是因為我們把產能挪給車用晶片 那他挪出去產能 誰的產能被剝奪走了 手機的晶片挪出來給他了 對 我在兩個月前 就問了我一個學弟 他自己是開晶片設計公司 他說學長 我現在要不到產能了 他說我們是小公司 我們一個月兩百片三百片 我們要不到啦 所以他說你看兩個月以後 家電會缺 然後消費電子會缺 他就會逐步這樣散出去 所以因為有這麼多的需求 這麼多分布在全世界各個地區 這麼多的產業 所以你剛看到消息 墨西哥指說 他的車用晶片在他那個區域滿足了 但別的地方還會產生 但是因為半導體是個全世界的產業 我們用全世界視角來看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為什麼我這裡特別覺得短缺的未來是什麼 是換成什麼缺 因為會不同的會缺 所以我剛剛講家電跟消費性電子 還會再繼續缺下去 所以你總產能是固定的 對 那一部分給車子 手機啦 筆電那些等等 就沒有辦法生產出晶片給你了 對 所以我們WEG裡面 有一個W是WAN 就什麼時候會不缺呢 台積電現在台南那個18廠 不是正在蓋嗎 還有一個8吋晶圓廠也在蓋 等它的產能都開出來之後 一部分的需求會被滿足 所以至少還是半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台灣的半導體當下的危機 你剛剛提到這個 就別的國家有很多的文章 都在討論這個對不對 他擔心台灣的疫情 你受控制的好不好 什麼時候能夠完全控制下來 所以疫情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日本的那個Nikkei 就是日本經濟新聞 他用了一個有趣 大概日本字叫八重苦 就八種不同的苦 我這裡只寫了地震 颱風是問號對不對 缺水跟缺電 我用的是金碳號 表示這是確定的 因為我們真的已經發生了缺水 還有這幾天下雨很大對不對 但缺電是很明確 今天夏天大家要嚴陣以待 好 往下走 那台積電現在 對我知道瑞涵非常關心臺灣的產業 你幫臺灣的產業講很多話 佔了他們的立場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在思考這個臺灣 台積電赴海外設廠 說我們先想清楚 我們的思考中心是什麼 我們是考慮整個臺灣 還有整個臺灣的半導體 還是考慮台積電 這不太一樣 這裡有兩個角度 我今年是3月12號第一次來上你們節目 當時我就給觀眾朋友們一個概念 就是永遠要用兩個維度來看 一個叫做意願 我想做什麼 一個是能力 我能做到什麼對不對 那這裡碰到這個台積電 要不到海外去設廠的各種 這個傳聞實在太多 多得不得了 那我對於那個傳聞我比較不在意 那後來我就發覺這個傳聞實在多得有點奇怪 我就打電話給我新竹的同學們 開始問一下他們的聽到的訊息 結果後來大家的訊息來源 傳言都來自於同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日經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 他不停的放 我就把日經新聞過去幾個月的 全部看了一遍 那發覺他其實一再考量兩個 一個是商業的考量 一個是政治的考量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從政治的考量呢 因為晶片已經變成了戰略物資 它跟糧食跟石油 都一樣變成戰略物資 美國當年可以因為 伊拉克佔領了科威特 因為佔領石油資源去打它 所以這個晶片 如果我們今天晶片發生什麼問題 會引起國家跟國家之間的 很激烈的摩擦競爭 就像現在中美科技戰一樣 所以也確實也是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考慮商業考量 還有政治考量 這必然的 然後呢 我們再看全世界到底 有哪些國家可以生產晶片 事實上全世界只有六個玩家 六個players 就美國 東亞的中日韓台 那歐洲呢 打醬油 它也算一咖啦 但是它其實比較差 那這裡我們提到 這個3D堆疊技術 還有月產等等 這都是傳言 這等一下我們再講 我們看下一張圖 我們用這張圖 來跟觀眾朋友們解釋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而且如果觀眾朋友們 這張圖是來自於美國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就是波士頓諮詢集團 還有美國的半導體協會 這個圖在網站上可以得到 而且他們把它畫成中文 畫成中文非常清楚 那這個圖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半導體上面是分設計 跟製造 兩個大部分 製造又分成前端的製造 就是晶圓的部分 後端就是封裝測試 那上面都是製造 那下方什麼呢 在設計的部分 我們需要第三方支援 他EDA跟核心的IP EDA就是電子自動化設計的軟體 對不對 這裡面呢 我們剛剛講只有六個玩家 但是怎麼多了一個歐洲出來 因為英國脫歐了 所以也算七個 因為英國有個ARM 這個公司很有名 對不對 那另外我們來看 這個前端製造 中華民國國旗出現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只是邏輯IC 那我剛剛講IC有太多種類 可是臺灣在這個部分特別強 其實特別強就是台積電 在那個高端的製程裡面 特別厲害 那這個設計的部分 我有點不服氣 這邊就怎麼只有美國跟韓國 因為這張圖是以全世界各個環節 如果它有一個單一的環節 產量超過世界六成的 就把它列出來 臺灣在設計的部分 沒有占世界六成 韓國會在這裡 因為韓國的低潤量非常大 可是臺灣的設計業 IC設計我非常看好 因為它是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非常有活力 在世界上是很有力量的 我們聯發科 自行設計的智慧型手機晶片 將近有三G以上都已經高通 對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但是這個前端製造跟後端製造 在這個部分我們要看 你剛剛講的大聯盟部分 臺灣到底多強 還有我們的一開始 這個問題怎麼產生 是說缺 這個缺這個產能 主要是製造的部分缺 臺灣這個部分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 我們講也要政治 中國大陸在後端的這個封裝測試 它的量本來很大 它的製造部分 在這個低階的製造本來也有一點 可是因為美國用科技戰的形式 不賣設備給它 中芯半導體 華紅半導體 它拿不到設備 它就沒辦法生產製造 它沒辦法生產製造 沒有辦法做封裝測試 當然就缺貨 再加上疫情 所以有天災有人禍 所以這個缺貨的情況就非常久 所以大家都希望你臺灣多生產一點 可是臺灣的產能我剛講了 現在有新的半導體工廠做出來 沒有 我們現在都要等臺南的18廠 那做出來是下半年以後 所以我才認為說這個晶片缺貨 至少還要到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如果你希望全世界各個不同產業 不同的國家 每一種晶片都不缺貨 我覺得恐怕要一兩年以後的事情 而且晶片用量在未來五到十年 只會越來越大 越秉是做大的 科技產品只有越來越多元化 不可能變少 臺灣的機會 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臺灣 因為我們本來是在前端製造 就是這個晶圓製造的部分非常厲害 可是你不要看 在後端的方向測試 臺灣也是有有遺棲之地的 其實在原料部分 臺灣也是有遺棲之地的 因為我們有細晶圓 是是 但是我剛剛說 我不服氣 臺灣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有遺棲之地 因為這個臺灣的很多的涉及公司 就所謂的 Fabless 就是無晶圓的這些半導體公司 跟台積電 跟聯電 跟世界先進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IT設計公司 才能夠在你剛剛講 未來的各種需求 AIoT 電動車 智慧城鄉等等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發展的機會 那都是賺錢的機會 所以往下看了 接下來再追囉 對 到日本去設廠 我用了兩個問號 因為這個訊號全部都來自於 我剛剛講 Nikkei 就是日經 日本經濟新聞 那我就問了一個日本專家 日本專家跟我講說 經濟新聞在日本的是 地位是不錯的 讓他的薪水很高 記者不會亂寫 我是寫得有鼻子有眼睛 要去熊本線設廠 要做多少尊經營廠 做什麼產品 都出來了 然後我一看 這個四月份的菅義偉 到美國去見拜登的時候 之前雙方的官員有交換一個 合作的合約裡面 半導體部分 寫得非常詳細 所以表示不是完全空缺來風 但是台積電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說他一定會發生 可能我猜想也是在 這是我的猜想 還在看日本到底要給多少經費 對啊 因為如果台積電真的要到 美國要設廠是確定 到日本也要設廠 研發中心確定 那個錢很少 還要到德國設廠 如果要同時去那麼多國家設廠 倍多利分 你要那麼多的capital expenditure 那我覺得這個對臺灣來講不是好處 所以這裡我又設兩個問號 這裡是兩個問號 所以你剛剛最後的問題 我們的結論就是台日 美日台的大聯盟 歐洲是打仗以後 大概輪不到他一起來結合 因為歐洲自己實力不行 我們講議員跟實力 對不對 歐洲實力不行 但美國的議員非常強烈 希望臺灣把我們的產能 貢獻給他 可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不希望臺灣 這麼快就成為美日台大聯盟裡面的一員 完全被美國掌控 那我們的這個半導體的產業 剛剛我講我們中興思想 不是從台積電的角度 是用整個臺灣半導體的角度來思考 我並不希望這麼多的 這麼快的臺灣的產能 都搬到美國去 那護國神山要在臺灣才護得了我們 護國神山搬到美國去 他還護什麼臺灣 所以高階式產業留在臺灣 對 所以我對這個美日台大聯盟 形成對臺灣半導體產業有利 我給了這麼多問號 他不見得有利 大家要再多多思考 感謝吳大哥 不客氣 謝謝你們 超級讚的 我們回到了第一章 先講 吳大哥剛一語道破 全球車用晶片真的在七月份就緩解了嗎 不再缺了嗎 錯 晶片不是只有車用 很多所有的東西都要晶片 所以以吳大哥的看法 未來好幾年晶片都只會缺幹缺呢 當然了 臺灣半導體現在是有它的困難跟危機存在 全世界都知道這個事實了 因為所有的晶片產能都壓保在臺灣 如果臺灣有個風吹草動 這個怕疫情怕缺水缺電 最麻煩的不是在我們身上 是在他們身上 車子啦 筆電啦 手機啦 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了 因此往下走了 大家就會看啦 台積電真的你會好幾個國家逐一去做設廠嗎 美國是底定的 但是日本跟德國 照剛剛吳大哥說倒也未必 但先把全世界這個匯生產半導體 有這個實力的 當然跟您說 美國 歐洲它強的是在IC設計最上游 韓國 臺灣強的是在中游的製造代工 中國大陸自成一格 他們很多高階做不到成熟自成都做得到 對日本掌控的是在半導體的 最上游的化學材料 如果聽聽看你就會曉得了 所以第三章就是要去追了 到底各自強項在哪裡 國家這張表格非常重要 列得很仔細 強項在哪 上 中 下 游 到封測 當然台廠 剛吳大哥說得好 台積電到美國已經是確定的 但是你到美國高階製成 要留在我們這兒吧 不能所有的know how 所有的技術 都被美國學走了 那你的實力日後要拿什麼跟人家PK 到日本 這個日本說得好像有憑有據 還在幫誰協助 但是至今台積電還沒有明確的講 還講日本下一個據點 就是到德國去設廠 這個跟八字沒一瞥 一點都沒寫出來 所以在有待做觀察 當然剛吳大哥的論點真好 乍看好像美歐日台 半導體大聯盟好像有個雏形快要成型了 可話說回來 若這時候我們台灣就這麼密集的靠邊選邊站 千萬其他的沒這一邊以外的市場 你不就完全吃不到了嗎 所以很多東西麻煩您另類轉個彎想一想 以上的結論 吳大哥正確嗎 是 證據百分百 好 感謝您了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也送給您百分百了 你這馬全世界的資金多得不得了 那個人說錢 銀卡吧 不是 現在銀卡銀卡 錢那麼樣的多 所以我告訴你 國外的股票 股市大漲 國外的房地產也跟著大漲了 說信我們台股當中 有這些海外的股地產的ETF 立足台灣 就可以操作全世界 但因為畢竟是海外嘛 怎麼挑 怎麼操作 風險呢 和慶容指導